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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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展覽《深海追追區》 是我從2012年開始創作的 一直到今天正在進行中這樣 我認為我其實我蠻不喜歡教育人仇的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獨來獨往 因為自由自在 渴望自由是我的特質 就像深海的魚這樣 但是我自己發現 我自己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像金魚 有一點可愛 有一點夯厚 有一點無辜 那其他有百分之三十人 我像鬥魚這樣 因為我認為一個藝術家 他一直在奮鬥 一直在創作 一直在表現他自己的生命力這樣 創作是我的花園權這樣 從我年輕的時候到中年到現在 我常常用藝術來表達來證明 就是我存在 其實那時候大學畢業 然後開始就立志 我要當一個專業藝術家 那段期間創作並不是很快樂的 因為整個時代的氛圍 整個大時代環境 就在一個專制時代 所以對我一個這樣的個性來講 在那個時空裡面過得很不好 只能借著這一些跟當前者對抗 然後呢 到最後都永不投降的這一種就是 失敗英雄做一種就是我自己一種笑話 影射自己的那一種情境狀況 到了1987年就是戒嚴前後的時候 開始有學生 有工人 有榮人 他們對他們的就是 就是生活 對他們的就是 對這一塊土地的那一種就是不民主 專制他們起來 社會 起來遊戲 那時候我開始就覺得 欸 這塊土地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當然我開始熱血就出來了 從那時候你看我在做那個 遊戲行為的時候呢 開始我就把故事性慢慢減低 然後呢 強調了就是 就是 畫面上的 有力的 就是 強壯的 有肌肉的 有肌肉的人 然後 大紅大綠 表現那時候 我興奮的心情這樣 那到了1989年了 慢慢的 從熱情慢慢的沉澱下來這樣 我覺得 我是一個藝術家 我專長 我善於的就是 藝術的創作這樣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 有關於台灣的 過去 現在未來的 一個大題目 那後來我就覺得 我用台灣製造 沒給你台灣 這個大名稱 我用了三篇 一個就是政治篇 一個是歷史篇 一個是文化篇這樣 從台灣製造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常常做那個 雙拼的 畫面的 就是結構 我覺得有時候 一個畫面 傳達的訊息 它不夠 我可以開兩個畫面 甚至開三個畫面 來傳達我要的 表現的 不管是在 創作內涵 還是說在技術方面 那甚至也說在 像作品裡面 我還會做一些 另外的材質 除了畫畫之外 我會把當時 所看的雜誌 報紙 當成我這件作品 要講的話 然後就是 同樣的 呈現在我們的上面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生長那個年代的時候 每次你看到報紙 你會發現 怎麼報紙所寫的 跟你所看到的 兩個 是常常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就做了 一個題目叫 路的變相 那自己會採用路 我想 大概都知道 直律維瑪這個成語 那 直律維瑪裡面的 意思是 用強勢說謊 它還不是只是說謊而已 它是強勢的說謊 那時候報紙媒體 大概就是這樣 強勢說謊 那了解黃文波的 N種方法是在談 為政者 當權者 常常要驅使人民 往前走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偉大的影響 你就會 人才會去拋頭顱 撒熱血這樣 臺灣製造歷史篇的話 我分成三個段落 第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歷史 這塊土地最早鮮明的歷史 所以我用延伸祭祀 用百合祭祀來陳述 這一塊土地最早鮮明的狀況這樣 我用貝殼來當原住民的一個土壇 那當然這個貝殼是屬於比較過去式的 就是說因為它是從貝種挖出來的 所以它是一個已經死亡的象徵就是 但是我把它當成一個紀念碑式的 所以我每次畫貝殼的時候 每個貝殼都特別大 就像一個紀念碑這樣 紀念他們的就是 以前摘開土地的種種的默契這樣 那至於是百合呢 我認為它是一個活的 還有生命的 所以我用百合來代表 現在還僅存的一些先民 一些原住民這樣 剛好在畫面上呢 一個是硬的 一個是軟的 這兩個在畫面上也過成一個 就是趣味性 那還有熱蘭 再來是熱蘭哲記事 熱蘭哲記事 熱蘭哲記事談的就是台灣被殖民嘛 因為熱蘭哲就是台灣被殖民 第一個的政府所在地 叫熱蘭哲城嘛 所以我就用它當成 就是台灣被殖民的那一段歷史這樣 那第三段呢 就是大安紀事 探討了漢年來之後 這個土地的狀況這樣 像這張圖 一個是李鴻章 一個是蔣介石 他們兩個人對台灣的看法 跟歷史定位這樣 中間呢 是我那時候的生活經驗 那時候我們用郵票 當成一種人跟人的交往 所以我就用很多郵票 過成一個場景 過成一個 就是那時候的一個 大眾共同記憶這樣 另外一張呢 那是我比較屬於私人的 我的畫面裡面呢 外面是暴龍 然後一群浴龍在飛 浴龍的最前面就是一個米格基 那代表是我那時候對外來的 戰爭的那一種恐懼感 那裡面呢 在那個烈士彩虹的那個圈子裡面呢 就是我小時候覺得比較快樂的一些場景 那做成一個 一個就是兩個對比 一個戰爭的陰影的恐懼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我認為是樂土這樣 那還有就是後面呢 還有三張作品呢 那我在大安紀事裡面 開始進入就是 談自己的身份認同 就是 我們是 台灣人 我們是 中國人 我們是什麼 我們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用作品來談這樣 然後來做文化範圍的時候呢 我用 就開始用卡曼 就是卡通漫畫 然後來做文化範的就是主題人物 我認為其實 影響我很深的 是卡通漫畫 我很多的道德感 很多的就是 是非感 就是其實是受卡曼影響的 所以我認為那時候是 要切入文化範呢 最快速的就是從卡曼開始這樣 那一開始呢 我是採取批判的角度 不管是日本的 美國的 都屬於異文化 那時候 那時候我的角度是認為 它是異文化的一種入侵的 所以我用文化的時候呢 我就把 卡曼人物呢 跟什麼 跟群去商店的 就是 群去用品 合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 我用這個角度來批判 文化 異文化 是不能繁殖的 就是一個 一開始的 批判角度這樣 當然就是 我做了一陣子之後 我慢慢就覺得 其實我角度是錯誤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 海島是應該要各種文化的匯集 然後綜合起來 它才是我們這裡本土的 一種狀態這樣 剛好那時候我也邁入 將近五十了嘛 就是男性的環狼 還有就是責任的 只要永遠就是 就是 重到都永遠被不動 就自己做一件作品 跟自己開玩笑 就是像 鋼彈 它應該是地表最強壯的機器人 它們都會有煩惱 它們老 中年之後對不對 它們不行 所以它們都每個人 在練地玩弓這樣 那畫到一陣子之後 我想說我想要做一個好玩的個展 我就開始把我畫過的卡曼人物呢 用神火的那種造神造火的那種體制 我認為它們大概任務完成了 所以可以回到它們的國度去報到 這樣 那這裡面可以介紹的就是 就無敵李丁鋼的誕生 我用那個是 釋迦摩尼佛的那種誕生的狀態這樣 最後呢 它是它原距這樣 所以也是屬於它內盤 釋迦摩尼內盤 因為我以前畫畫的 所以我都覺得就是 雕塑上面沒有筆觸的話 沒有痕跡的話 我會慌張啊 所以我必須要很多的筆觸 能夠再留在那個 就是作品上面這樣 那我發現 圓盤劑跟鏈劑啊 它剛好那種留下來的痕跡啊 那種筆觸就是我喜歡的 那幕後做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覺得木頭它畢竟它是 有它的材料的限制 所以我後來就 開始做了一些泥塑 因為泥塑的伸展度 它的發揮的時候的狀況呢 它就很適合做一些 比較激烈動作的表現 我一開始的時候 都採取就是 自己顏色自己處理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些作品 我就想到以前的時候 怎麼去采摩 怎麼去感覺顏色 譬如說這種酸這種碱 只會產生什麼樣的顏色 因為我基本上 在做雕塑的時候 都是誰 沒有老師的 自己採摩的 那因為剛好在1999年的時候 我重新讀了 就是北一大的研究所這樣 那我看到很多同學 雕塑組了 他們在做雕塑 所以我常常去觀摩 他們怎麼做作品 從那邊呢 我學到很多東西 也很快就進入狀況了 我做了三個悲劇的作品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看到 《無底的金剛》 然後《無底的金剛》沒有 跟《無底的金剛》沒有結合 然後我看到《美人魚》 那《美人魚》最後呢 跟《王子》也沒有結合 那甚至於我看到那個 就是金剛猩猩 《無底的金剛》 他跟他的 他愛的那個《安》也沒有結合 這在我那時候 都是一個不愉快的經驗了 但是因為我今天當藝術家 剛好我的創作 也是有關於卡曼 所以當然我會做這些作品 來滿足 來圓滿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的那種遺憾 最後他們都有情人 終成眷屬 他們都合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三個被鋼是大圓的被鋼 三個大圓滿這樣 所以我做了之後 我覺得 我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 所以做這些作品 還滿快樂的 那有悲劑 那喜劑我在採取 譬如說《青雲王子》 譬如說《穗美人》 還有《白雪公主》 因為他們到最後就是 有情人終成劍屬 剛好那時候 我開始在嘗試不鏽鋼 所以我就給他 不鏽鋼的菜子 就是我參加2009年的一個 威之雙連展 看會場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那如果說我用 穿花 來緩和它的那一種 就是很硬的線條的話 應該整個教堂 會看起來論了一點 結果效果很好 魂醫師的太陽 還滿漂亮的 打在窗花上的那種 光影變化 很漂亮 我喜歡愛麗絲是因為 她是我出內情人 因為我 剛開始會看 童話的時候 然後看到愛麗絲的時候 變成巨人 如果一個女生 然後她變成巨人的時候 是不是她一無都不見了 想到這樣的狀況 小孩 就會覺得滿興奮的 那尤其是愛麗絲 你發現她 這個故事裡面 一直跑跑跑 她嫁在人 她怎麼回家 怎麼回家 我認為她是一個很無厘頭的這樣 我發現我 也有一部分的這種特質 所以我做了一個 追殺愛麗絲 往後下令一件普克兵 去追殺愛麗絲這樣 那她就一直 一直奔跑 一直奔跑 一直奔跑這樣 最後 她做了蜂鳥飛走了 我在做她的時候 因為 她算是一個 大型的作品 300多公斤 那我沒辦法去處理 所以我就用公仔的結構 我把它拆了好多的關節這樣 一塊一塊拼接起來 再說 《王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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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看有一系列的彼得潘 那我在做這些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是以我自己採摩 我在我讀國小的時候 那六年最快樂 在那時候 我就是彼得潘 剛好我做雕塑了 所以我就以彼得潘當場這裡面的主角 那時候我在做的時候 我一直插摩主角仙、清田、金龜子 那時候我怎麼跟他們交流 怎麼跟他們變成好朋友 我做雕塑的系列之前 卡曼人物就是主角 可是到了雕塑的時候 卡曼人物他退到第二線了 甚至於他運行了 他不見了 那我這次還會用到陶勒斯 最主要是借他這個故事 他們在尋找智能勇這樣 可是我最主要是探討雕塑造型 其實我在做雕塑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九 基本上他是一隻雕 但是在某方面 他眼睛還是嘴巴 我會稍微的 就是你把它變成我要的感覺這樣 在這一間作品裡面 你看不到陶勒斯 他是在這裡面 他變成這隻雕 是他的駕駛艙 然後陶勒斯抱著他的小狗 小兜兜 坐在駕駛艙裡面 那裡面我做一個 我印照了一個 就是小草地這樣 那我這一次 你們可以發現我用了四隻安康 我滿喜歡安康的 它長得很醜 又很怪 然後又很有個性 其實它醜的其實還滿美的 那這一隻呢 它叫長崎安康號 我把它當成這一次的那個主角 他們的做起這樣 那坐著它到深海去遊玩這樣 到了駕駛呢 那駕駛顏色太漂亮了 所以我認為 光是用氧化的銅 讓它變出顏色來 不夠 它不足的 所以我必須 上面再加以色彩 那我也試過就是說 用油畫 但後來我發現油畫是不行的 後來我自己 採某一個方法 就是我上蠟在上面 當然這個蠟呢 自己要去調 就是蠟跟顏色去調 做成它的顏色處理 其實我的創作都是來自我的生活 跟來自於我自己的喜怒哀樂 你最關心的議題就是最好的議題 你就發展這個東西 你就永遠沒有什麼沒有靈感 你反而就是會恨說 一天做二十四小時 你沒有辦法 有四十二小時 去做它這樣 你會發現時間不夠 所以我認為 從生活來 從自己來 你就會遠遠不絕的議題